大家好,欢迎来到好主义美食频道 我们今天来做素炒面 打开下面的字幕和开关 就可以选择你所需要的语言 这种炒面吃起来Q弹不腻 简单易做 上班族做工作快餐 家庭用餐或者是朋友聚会都可以 凉了也不影响口感 用微波炉稍微加热30秒 就可以还原到出锅时的风味 加入猪肉、鸡肉或者海鲜 又可以变成不同款式的炒面 非常百搭 主要材料我写在屏幕上 供大家参考 首先我们来煮面 你要买这种稍微粗一点的新鲜面条 在一般的华人超市都能买到 它本身是熟的面 所以不需要煮很久 先来烧一锅开水 水开以后加入面条 煮两到三分钟 五成熟就可以了 煮面的时候我们来准备一大盆清水 再加入一大勺冰块 把五成熟的面条迅速倒入冰水中 瀝干水分 放置一边备用 这一步很重要 洗掉面条表面多余的黏液和迅速降温 是炒面爽滑不粘连的诀窍 如果是餐厅做法的话 就会在这个时候在面条当中加油 避免粘连 我这里就不加了 用手直接把它打散 现在来准备蔬菜 新鲜的香菇去掉根部 切成片 上海青从中间改刀成细条 韭黄切成段 一小块姜切成姜丝 打一个鸡蛋 鸡蛋打散 热锅放一点点油 倒入鸡蛋液 成型后翻面 折叠切丝 这一步你嫌复杂的话也可以不加鸡蛋 我们现在来准备调味料 一茶匙盐 一汤匙蚝油 一汤匙生抽 半汤匙白糖 我们现在来炒面 开火热锅 加入适量植物油 倒入生姜丝煸炒 倒入上海青 倒入香菇 加一小撮盐 盖上盖子焖半分钟 加上鸡蛋丝和凉透的炒面 翻拌均匀 盖上盖子半分钟 让面条和菜同时升温 在热透的面条上加入调味料 拌匀 最后加入酒黄和红辣椒丝 停火 停火一到两分钟 让面条充分的吸收调味料 出锅之前淋上芝麻油增香 好了出锅 总结两个炒面的要点 第一面条只能煮到五成熟 第二面条一定要清洗干净 沥干了水 凉透以后再炒 看过这个视频以后 希望你也能炒一手好面哦 欢迎分享你的配方 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点赞订阅转发和留言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